大家好 我是张璇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来电20 我是小光 我是爱丽 欢迎来到爱丽聊一聊 爱你就跟你聊一聊 是的 而且每天聊 而且你可以重复听 是书卖得很好是不是 还不错哦 不行你要走悲情路线 还是需要大家都多支持 就差你们那一本了 就差你这一票了 对就差你那一票了 再上网来选购个几本 拜托拜托 因为上一次可能是二刷 这次你买了三刷四刷 在后面那数字还是有不一样 就一百刷的时候还是麻烦大家 好我们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今天我们的爱丽聊一聊 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何走出失恋 如何走出失恋 失恋真的是 我觉得人生必经的过程 除非你是谈一次恋爱就结婚 怎么很幸福的那一种 但那样人生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对 可是那种那样的人生还是会碰到失恋啊 只是在婚后 失恋对啊还是会啊还是有机会好 失恋到底要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失恋的当下的痛苦你就让他痛苦 就是哭要哭就你只要说不成人行不吃饭 然后用力哭什么 不是会吵到亲朋好友耶 我是说会去想要去请诉啊打扰啊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不会啊 难怪你上进各大通告 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真的是好朋友 或者是家人 家人一定不会拒绝你吧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 然后他们也会想要知道你的状况 就是尽情的去哭尽情的诉说 然后当人也不用设一个停损点或者是时间点 你爱哭多久就哭多久 我觉得是这样 这样就会走出来吗 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因为我相信这是必经的过程嘛 没有人失恋的时候会笑咪咪啊 一定是很难过啊 然后旁边人看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特效药就是我那个特效药很烂耶 确定我讲一次吗 不会我觉得还好你没有接受买我的书 我觉得买我的书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就是因为他们看了你的书觉得有效 我们今天才要给大家再加强信念啊 是不是 我真心的觉得 你就多出去过日子跟过生活 那你相信说下一个男人会更好这种理论吗 我相信耶 因为我真的相信 失恋这件事会让一个人成长 就不管你在前面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一般的人都会从一段感情跟一段恋爱当中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在经过这些就是有一天你会突然觉得说 我好像没那么难过好像伤疤也没那么痛的时候 其实你都已经多学到了一些什么 不管是在两性的关系上面的对互相对待的方式 或者是甚至是跟朋友之间的对待 你会知道说原来谈恋爱的时候还是要有朋友 我不能够一谈恋爱就没有朋友之类的这些问题 你都会因为这个失恋学到一些什么 然后就可以慢慢的走出来 会真的会慢慢的好起来 那你觉得正常的时间是多久 因为我发现现在年轻人或我们的读者 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 他们就好像想很快 譬如说两个礼拜啊 一个月啊 就想要完全痊愈 我初恋好起来的时间大概两年吧 之前有看到报道好像是说 你谈多久恋爱就要用二分之一的时间吗 有这么确切的数字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还蛮准的 以我自己来说就是这样子 你让我想到 我书里面有写一篇叫商庭时间 然后商庭时间 其实它原来的用意不是用在感情上 但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我就把它用在感情上 我觉得感情上的商庭时间啊 就你这段恋爱有多精彩 你需要用到的商庭时间就会更长 那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范围 你也不要介意说自己感觉好像一直一蹶不振 我觉得身边人是会有耐心陪你过这段时间的 那多长的时间也不用设定吧 半年差不多吧 有些人不喜欢把自己的感情事情说出来 喜欢装坚强的 对对对对 那你可以匿名到那个艾莉的Facebook啊 但是他又不愿意回答粉丝感情问题 怎么这么难相处 好的所以这些就是艾莉觉得说很有效的方法 是啊就是真的是大哭一场 这样听起来很容易啊 可是就很悲而且要连哭好几天哭的眼睛都肿 而且真的是会哭不停 然后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悲惨的人 哦这样也没有啦 那时候太蠢了 怎么可能这样 因为比我们难过的人还更多啊 那我以前就真的很蠢 所以你现在已经出师啦 是是是是出书啦 爱不爱都有病 爱不爱都有病 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今年听到最火的五个字了 我们明天见咯